第322集武装观,2023年8月26日,让我们一起进入神秘的西游世界。 上一集说到,孙悟空来园子里面偷人参果,此时呢,他站在树下,向上看。 这个地方啊,人参果树含义是十分复杂的。 前面说了啊,人参果树是西方邪神制造人参果的地方, 所以呢,人参果树上的人参果啊,就是中国人的生命。 但是呢,到了这个情节啊,这个人参果树多了一个含义, 大家注意啊,是多了一个含义,并不是取代了上一个含义。 此时的人参果树,它还代表了中华文明,这是中华文明的核心。 而人参果呢,你可以认为就是一个一个的中国人, 我们牢牢的依靠在中华文明上,是中华文明养育了我们, 所以我们中国人才是特殊的人类,才是神仙种子。 也正因为如此啊,因为我们特殊, 所以西方邪神,才只能用中国人的生命制造人参果。 这一刻呢,人参果树有两个含义,是同时存在的。 当我们明白了这个,我们才能看懂下面的情节。 你看啊,向南的树枝,是说中国人和光明永远连在一起。 就是我们必须走东方路线。 同时你这时候你要想一下啊, 那个西方它永远和黑暗连在一起,看到吗? 这就是对比非常明显的,东方就是光明,西方就是黑暗。 所以说你看那个西方的电影那些, 或者说他们那些宗教乱麻的东西啊, 都是阴森恐怖的,就这意思。 说这个人参果孩儿一样, 说的是中国人精气十足, 婴儿的经历是最足的。 老子道德经里面也有一句话啊, 如婴儿乎,就是这个意思。 同时呢,这个婴儿吧, 他还,因为这段文字是文案里没有的啊, 我现在就知道什么意思了。 因为婴儿它代表了成长, 它是从不成熟长到成熟, 这个是一个历练过程, 你看到后面, 你就完全知道这个婴儿是什么意思了啊。 这个人参果啊, 是用尾巴钉在人参果的树枝上。 这个地方啊, 我再加一点文案没有的, 当时我不知道, 现在我就知道了, 这个尾巴啊, 它不是猴子的尾巴, 它是婴儿, 是胎儿啊, 和母亲的那个臍带。 这是说, 我们一直和这个人参果树牢牢连在一起。 也是说, 我们中国人的根源啊, 就在中华文明这棵大树上。 那么, 当人参果被砍下来, 就是中国人离开了中华文明, 那么它不但就死了, 同时它也不是中国人了。 关于这点啊, 现在有个最明显的例子, 我的同学, 他们有的早就移民国外了, 而他们的孩子, 也就是几乎从小就在外国生活呀。 但是, 这样的孩子, 就是你看现在他们应该20左右了啊, 他的父母都是中国人, 但是因为他本人生长环境是国外, 他没有在中国的环境下生长, 他真的就和中国孩子完全不同。 你看这个人, 他一看, 他就是个外国人, 虽然他的外貌无关呀, 还是黑头发黑眼睛啊, 和中国人一样, 但是他的神情啊, 或者说他的内核啊, 完全就是一个外国人, 他和中国的同龄人一点也没有相同的地方, 这就是这段情形的含义, 这就是说呀, 神仙种子也要在神州大地生长, 这才是神仙种子。 如果你一直在蚂蚁地盘, 那么你的神仙种子身份也就不存在了, 最终你也就变成了蚂蚁, 大家懂了吧? 这个的确非常神奇,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 然后呢, 孙悟空说, 风过处啊, 似乎有风声, 这个风声, 你在西方邪神角度来说呀, 就是大屠杀, 制造的哭泣, 呐喊, 如果你在东方神仙角度说呢, 那就是中国人战天斗地的号角声, 同时这里呀, 还有一个含义, 这个也是后面文案没有的, 我现在必须加进去, 这个风声啊, 其实就是, 就是说我后面说的一切话, 它是风里的声音吧, 若有, 若隐若现, 若有若无, 但是这是神仙告诉人民的话, 因为我现在写到这个时候, 我根本不知道后面写的是什么, 是我写完了之后, 回来念这个情节, 我突然发现, 这个有更深刻的含义, 你再听到后面就完全明白了啊, 孙悟空欢喜不尽, 他说好东西果然少见, 这就是人间唯一, 然后呢, 他就爬树敲下一枚果子, 结果这一枚人参果, 掉地上就没了, 孙悟空说, 这个人参果是有脚会走的, 这什么意思呢, 这就是直接告诉你, 就这个人参果啊, 它就是活人, 而且它是中国人, 这个时候关键一句话来了啊, 孙悟空说, 想来是花园中的土地宫, 不让老孙偷他的果子, 所以给收走了, 这个地方可是太关键了, 此时啊, 我要先说一下后面的情节, 这一枚人参果, 现在是谁都找不到了, 所以清风明月污蔑孙悟空偷吃了, 孙悟空后来呢, 他偷走了三枚, 这不是丢了一枚吗, 那个清风明月就非说他偷走了四枚, 然后孙悟空一怒之下, 他就把这个人参果树给掀翻了, 之后观音菩萨过来, 修好了人参果树, 就在此时啊, 那个丢掉的一枚人参果, 又回到了枝头, 就这个地方, 这个情节可是太关键了, 我直接告诉大家, 这意味着什么吧, 你要先看啊, 是谁不让孙悟空偷人参果, 是花园中的土地公, 花园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, 就是中国, 土地公啊, 就是中国最最最基本的那个神了, 他肯定是东方神仙中的一员, 他在保护中国, 你注意啊, 人参果从树上掉下来, 我们在人间说, 其实这代表着一个人死亡, 哎呀, 这个地方还不对, 我再仔细说一下啊, 因为这都是我文案里没有的, 现在突然我想名为之后, 要从一家, 这个人参果啊, 他那个尾巴和树连在一起, 是什么呢, 就是说胎儿在母体里, 明白了吧, 那个把那个尾巴砍断, 他掉下来, 就是胎儿出生了, 就变成婴儿了, 对吧, 婴儿他在空中的过程, 他就是在人间, 那么他掉到地上, 这是什么呢, 就是他死了, 就是入土了, 叫入土为安, 就这个过程啊, 就一下涵盖了一个, 胎儿到婴儿到青年壮年老年死亡, 整个过程, 大家明白了吧, 此时呢, 这个最最最关键的地方来了, 你看这一枚人参果啊, 他最后又回到了人参果树上, 这就是说, 中国人死后, 你入土为安了, 那么你的灵魂在地府打了一个转, 走完了该走的流程, 你就再次回到人间, 回到中华文明这棵大树上, 然后你就开始了你全新的一生, 就是你的下一世又来了, 大家明白了吧, 神仙就是在这个地方告诉中国人啊, 入土为安是多么多么的重要, 到了这个时候, 你必须马上想到, 现在社会上极为可怕的一个现象啊, 有关部门, 这个有关部门, 我都不知道是什么部门啊, 我估计就是那个民宗委吧啊, 就这个部门, 我猜的啊, 你们大家要了解的, 一定就是传播的时候跟朋友们说一下, 到底是哪个有关部门发的这个丧心病狂的灭绝中华民族的文件啊, 他们这个文件, 他们要汉族人死后全火化, 而对于少数民族, 我就用回族为代表啊, 他们说, 我们中国人啊, 必须尊重回民习惯, 回民死后, 不火化, 全土葬, 看到了吗, 汉族火化了, 死后就没有了, 死后没有什么意思啊, 就是不能投胎了, 而回民呢, 都不火化, 都入土为安, 那么你看, 长此以往, 就是活人中, 汉族人战的比例, 还是越来越少, 看到了吧, 同志们啊, 到了现在, 你还不明白, 这个世界上, 就是高层看到的世界, 和老百姓看到的世界, 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嘛, 你一个老百姓, 你以为, 人死如灯灭, 啥都没有了, 那么烧了还是埋了, 没有任何区别, 而这就是啊, 这个西方邪神的人间六贼啊, 几千年, 尤其是最近几十年, 给你灌输的一个, 极为错误, 而且邪恶的观念, 他们说人死如灯灭, 什么都没有了, 实际是吗, 根本不是这样, 他们, 他们是在最根本上来骗你啊, 现在你又被骗得稀里糊涂, 高层的汉奸呢, 很清楚, 人死之后, 如果入土为安, 那么他还会回来人间, 所以他们从根椅园上, 封锁了汉族的回来渠道, 都烧没了, 你回不来了, 而同时呢, 他们却给少数民族, 沿流下回来的渠道, 大家看懂了吗, 所以啊, 你到了现在啊, 如果你还不能意识到, 我们老百姓, 一直生活在一个欺骗的世界, 那真是太无可救药了, 你看到的世界啊, 从你一出生一接触, 就是虚假的, 大家还记得前面神仙告诫我们啊, 咬开铁弹寻真相吗, 你生活的世界啊, 其实是一个巨大的鸡蛋, 你在鸡蛋黄里面生活, 而鸡蛋壳呢, 是钢铁做的, 你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什么样, 所以你不知道灵魂是会回来的, 所以啊, 你必须咬开这个铁蛋, 你就看到了真实的世界, 你也就知道了, 你不是只有这一辈子可以活, 你有无数辈子, 那么怎么咬开这个铁蛋呢, 我这一系列视频呢, 就是给你打开了这个铁蛋, 我都不用你咬了, 我给你打开了, 大家你, 你真是要好好看看我这个视频呢, 说到这里啊, 我就更加明白了啊, 我做一张图, 大家看看啊, 此时我先声明一下, 我下面这段话都是我的推测, 但是这一切呢, 是我突然就明白的, 也就是说, 在写下这段文字之前, 我根本就不知道, 现在我一刻, 一瞬间就全明白了, 而且没有任何理由, 所以我认为, 这就是师父告诉我的真相, 但是我没有证据啊, 因为这是说的, 天地人三界的关系, 我只在人间待过, 别的地方呢, 我也没有去过, 起码我没有记忆, 所以我也没有办法证明啊, 大家认真听一下啊, 然后自己思考, 你就看这个图啊, 假设一个人, 他叫张三, 他生活在满清, 然后他死了, 入土了, 这就是进入地府, 接着呢, 他的一生经历啊, 就是他做的善事恶事啊, 都要在地府经过审判, 最终张三喝了孟婆汤, 孟婆汤就是让张三忘记上一世所有的事情, 就是清除掉他的记忆, 然后他过奈何桥, 这就是进入了利古道轮回, 最终呢, 他又诞生在人间, 当然这个时间可未必是紧接着来, 也许现在他都到了新中国了, 到了21世纪了, 此时呢, 他是一个叫李四的小婴儿, 这时候, 我为大家点出一个最最关键的本质, 大家看一个人, 一般看到的都是他的肉体, 其实这是物质, 而一个人最关键的是他的思想, 是他的灵魂, 你比如啊, 就算一对完全一模一样的双胞胎, 可是他们的人生经历都是各自发展, 所以呢, 一对双胞胎, 哪怕外表一模一样, 就连头发都不错一根, 但是在思想层面啊, 他们是根本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, 我再说明明点, 这就更本质了, 就是说, 一个人的灵魂才是唯一的, 而灵魂这种东西, 是这个世界不可或缺的, 或者我再做个更形象的比喻, 大家就更好明白了啊, 一个人的灵魂呢, 就是一个手机卡, 那一个人的记忆, 就是手机卡上记录的你的联系人啊, 通讯记录啊, 等等等等啊, 人死了, 就好像手机卡被从手机里面取出来, 然后进入地府, 其实就是进入了工厂的清洗池子, 在这个池子里面, 手机卡上的所有记录, 什么联系人啊, 各种聊天记录啊, 都被清洗干净了, 手机卡呢, 它就恢复了出厂设置, 它是上门什么都没有, 这就是一个全新的灵魂, 然后呢, 所谓投胎, 就是这个全新的, 什么记忆都没有的手机卡, 被插入一个新的手机, 这就是一个人全新的一生开始了, 大家懂了吧, 那你在这个层次上, 你看火化和入土, 入土啊, 就是手机卡回收, 进入厂里清洗, 然后再放出来, 进入新的手机, 开始新的一生, 而火化呢, 那就是直接把手机卡给烧了, 这个手机卡就没有了, 当你明白了这个, 我再转回到灵魂啊, 入土是张三的灵魂, 还能回到人间, 火化呢, 是张三的灵魂, 从这个世界彻底消失了, 注意啊, 这是天地人三界, 在三界范围内, 这个灵魂都没了, 神仙界, 人间地府都没了这个灵魂, 大家明白了吧, 当你明白了这个, 那我就要展开新的一个可怕的推论了啊, 你现在看看右边这个图, 最上层是东方神仙, 东方神仙, 他直接分裂出一部分灵魂, 就成为了中国人, 所以中国人才是神仙种子, 中国人在人间, 这一生就是修炼, 修炼成功了, 我们就成为了东方神仙, 如果失败了呢, 那么我们就入土, 清洗掉记忆, 再次经过六道轮回, 回到人间, 继续修炼, 这样呢, 一次一次的修炼, 最终你也能回到东方神仙的神仙界, 此时啊, 你就要更加深刻的明白, 老子道德经的总纲, 道可道, 非常道, 我直接解读啊, 这就是说, 天道最高, 而天道呢, 一直运转, 从不停息, 所以在神仙层面, 神仙是在天道的下面, 他们也要跟着天道, 一直运转, 那么神仙怎么运转呢, 这就是, 他们要分一部分灵魂来到人间, 在人间修炼, 修炼一圈啊, 就是一定要修炼成功, 再回到神仙层面, 这就是神仙的更新换代完成了, 如果神仙不这样运转, 他们也会死亡, 此时, 这个神仙特指东方神仙, 在这个时候, 我就要再岔开一条路, 说一下西方神仙, 西方神仙他们也要运转, 但是他们的运转方式, 和东方神仙完全不同, 西方神仙呢, 是通过吃人参果, 来维持自己的更新, 而人参果, 你看这个图, 它本质啊, 就是东方神仙的一部分灵魂, 大家明白了吧, 你现在就更加明白, 为什么中国人是神仙种子了, 因为我们的灵魂, 本来就是东方神仙的一部分, 西方邪神呢, 就是吃东方神仙的灵魂, 他们才能维持下去, 所以西方邪神必须吃人参果, 它必须制造中国人的大量死亡, 而蚂蚁呢, 他们和天上神仙无关, 所以呢, 西方神仙呢, 西方邪神呢, 吃他们的这个灵魂呢, 精气神啊, 就估计连温饱都不能解决, 也就是相当于灾荒时候, 啃这个鱼树皮啊, 你这样一下就看懂了, 东西方神仙和人间的关系, 尤其是和中国人的关系, 同时, 此时你还要上升一个层次, 你注意啊, 一个人呢, 张三, 他在人间这一世修炼失败了, 他入土进地府, 最后他来到了下一世, 他继续修炼, 这对于东方神仙的循环来说, 没有半点灵魂损失, 可是如果张三他被火化了, 那东方神仙就彻底丢失了张三这一个灵魂, 大家明白了吧, 那你说西方邪神, 这不就是少了一份粮食吗, 为什么呢, 这个就是你层次不够高, 这时候你要看最顶层, 最顶层是东西方神仙的战斗, 你看啊, 人间对汉族的火化, 你要在神仙层面看, 他其实是整体削弱了东方神仙的力量, 大家明白了吧, 如果东方神仙力量越来越强, 那么西方邪神就被压制到死啊, 所以呢, 西方邪神一方面要吃人参果,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, 他是要保持对东方神仙的力量优势, 所以体现在人间, 就是中国拼命推行啊, 对汉族的火化, 而少数民族呢, 越不火化都要土葬, 大家看懂了吧, 到了现在, 大家就彻底明白了吧, 你就看看这个图啊, 我直接给大家总结一下, 人间就是东西方神仙历练的战场, 人间对于东西方神仙来说, 都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, 东方神仙分出自己的一部分灵魂, 在人世间历练, 一辈子不成功, 那么就进入地府, 清洗记忆, 再六道轮回, 继续回到人间修炼, 所以地府呢, 是属于东方神仙管理的, 是东方神仙下属的一部分, 这些大家就全部明白了吧, 你看我这个整本修记解读啊, 这真都是我师父, 他做爱做我的, 所以说你看我很早就说, 地府是东方神仙管理的, 那你说我为什么那时候就知道, 其实我根本就不知道, 但是我就有这个意识, 我那时候就说, 地府是东方神仙管理, 现在我就知道了, 这个来龙去脉了, 所以说你看我一开始就不犯错, 为什么呢, 就是因为师父一直在和我一块做, 现在呢, 这个西方邪神呢, 他也要在人间战场历练, 不过他们的历练方式, 和东方神仙完全不同, 他们是直接吃掉东方神仙, 在人间的灵魂, 也就是中国人的生命, 为此呢, 他们必须制造九转灵魂, 因为九转灵魂有好几辈子的记忆, 他们肯定比只有一辈子记忆的人呢, 他们实力强大的太多了, 他们就这帮九转灵魂, 也就不入地府, 他们就不被东方神仙管理, 而他们一直在人间, 为西方邪神服务, 自然呢, 就西方邪神赏赐了他们一代一代的荣华富贵, 你就看看这个死兔子, 是不是, 还有这个周恩来, 是不是, 他哪辈子都不是吃香的喝辣的, 对不对, 大家看懂了吧, 你这下就完全理解了, 九转灵魂为什么必须存在, 而他们为什么天生就要杀死中国人, 那就是他们存在的唯一理由, 如果他们不杀死中国人, 不灭绝中国, 那西方邪神还会赏赐他们荣华富贵, 和畅生不老吗, 这一切就根本就没有了, 因此你看啊, 毛主席为什么一建立新中国, 就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, 就不允许动物成精, 这只是啊, 彻底消灭人间的九转灵魂, 同时呢, 我也就更加明白了我的使命, 我来到这个人世间呢, 就是要杀死所有九转灵魂的, 从2023年开始, 之后再也不允许, 人间有任何九转灵魂存在, 我会一一把他们找出来, 然后彻底消灭, 当然这个也需要时间呢, 我也不能一天就做到, 但是我必然会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完成, 这点大家放心啊, 那总不能我都七老八十了, 我还在干这件事, 这个不会的啊, 这个时间应该会比较短, 好了, 现在我总算将这段情节啊, 蕴含的如此深刻, 有本质的世界真相, 说清楚了, 虽然我前面说了啊, 这一切都是我的推测, 但是关键在于啊, 这些东西, 我以前全都没有想过, 而是就在那一瞬间呢, 突然就出现在我脑海中, 我立刻就全明白了, 这其实就是啊, 我师父直接告诉大家真相, 这一点大家可千万呀, 仔细领会学习啊, 这就是天地人三界的真相啊, 说到这里啊, 我突然就更加明白了, 为什么二十大是关键性的决战了, 之前我说了啊, 天上神间和我们所在人间, 但是我一直没有说地府, 因为那个时候我根本不懂啊, 那也就是啊, 师父认为当时时间不到, 所以不能说, 而这一刻这一集, 就是时间到了, 所以我突然就懂得了地府的含义, 这个地方我们想一下啊, 现在科技发展的越来越快, 那么火葬场啊, 它是越来越多, 我突然就更加明白了, 大家现在就可以去搜一下, 过去就这几年的新闻呢, 中国的新建火葬场啊, 是爆发式增长啊, 就是疫情三年期间, 你去看一看, 这是要干嘛呢, 这就是要啊, 烧掉所有死去的汉人呢, 此时你就用毛主席的新中国, 和现在做比较, 那个时候我们就假设, 当时有六亿人, 这些人全部的灵魂, 都是天上东方神仙的一部分, 我们给个数目, 就算做六, 同时我们假设, 天上东方神仙是一百, 因为现在分出来六, 所以天上就剩下了九十四, 那个时候啊, 毛主席时候啊, 人民死了是土葬, 所以东方神仙的百分之六灵魂, 它一直在人间修炼, 但是它没有丢失, 可是现在西方邪神, 指使人间马仔, 不断建立火葬场, 推行火葬, 那就是说, 人间的百分之六, 东方神仙的灵魂, 就要彻底没了, 看到了吗, 这没了呀, 这就是让天上东方神仙的力量, 永久性损失了, 此时你还别看天上啊, 你就看人间, 人间的汉族, 你看了吗, 现在就这么多, 如果从2023年开始, 严格火葬, 为什么从2023年开始呢, 我是说, 假设如果习主席在二十大, 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, 那么就是胡锦涛那两个胡人儿子上来, 他们上来之后, 那之前建的那么多火葬场干嘛用的, 那不就是等着烧我们的吗, 是不是啊, 你说他们上来之后, 能不严格执行对汉族的火葬之路吗, 那全得烧啊, 对不对, 也就是说, 如果他们上来, 那我们现在汉人的灵魂就彻底没了, 就再也回不来这个世界了, 于是世界上过了几十年, 就只剩下蛮夷之辈, 就这是一个呀, 更高层次的灭绝, 比人间我们看到的灭绝, 还要残酷和可怕的多, 以前呢, 我们死了, 我们还能回来, 现在是我们死了都回不来了呀, 这就是西方邪神, 在对东方神仙进行灭绝的打击啊, 所以天上东西方神仙的战斗, 才如此激烈, 这真是你死我活呀, 幸亏最终呢, 是东方神仙胜利了, 这才有了我们看到的习主席二十大的伟大胜利, 这真是啊, 一旦我们看清了天地人三界, 那绝对是能吓死人呢, 同时我们就立刻把人间一切看起来完全没有道理的政策, 你从计划生育, 到对中国汉族的严格火葬, 这个这个政策啊, 你一瞬间就全看懂了, 现在你就彻底明白, 为什么这个发文件要坚决烧了汉人, 而土葬少数民族了吧, 我就真的是啊, 我是人间的巫师啊, 到了这一刻, 大家还对我的身份有怀疑吗, 如果我不是人间的巫师, 我怎么会讲出天地人三界这么本质的循环呢, 我说的就是天道运转, 这就是道, 这是真正的道啊, 我是在替东方神仙传道, 大家现在到了这一集, 就更加深刻明白这一系列视频的重要性了吧, 这就是东方神仙正在传道给中国人, 这一刻真的是啊, 让我十分震惊, 心情呢也就特别沉重, 这时候呢我就说点轻松愉快的啊, 现在呢你就想一下这句话, 百年修得同传度, 千年修得共枕眠, 这个还真不是玩笑话, 因为我们现在知道了, 中国人的灵魂在一世一世的循环, 所以啊, 你今生的枕边人, 甚至你的父母子女, 都是前世有各种缘分, 比如有的孩子天生他就孝敬你, 不但没有给你带来麻烦, 还给你带来各种各样的快乐, 给你各种各样的幸福, 这就是钱是阴, 金是国, 那有的子女呢, 真的就是啊, 他来到你们家呀, 他就跟拆家一样, 他让你本不富裕的生活, 更加雪上加霜, 他不把你这个家破坏完了, 他不算完啊, 那也可能, 这个孩子是你前世的债主, 他今生来讨债了, 所以啊, 当你有了全新的天地人, 世界观, 甚至可以说是宇宙观, 历史观, 那么你看待今生的一切就更加不同了, 此时, 我们再回到根源上, 东方神仙代表了宫心, 七方邪神代表了私心, 因此, 你作为一个中国人, 你在人间就是修炼, 修炼什么呀, 就是一颗宫心, 你没有一颗宫心, 你就永远在轮回里面打转, 你几辈子都出不去, 而如果你有了一颗宫心, 你就跳出轮回, 回到了东方神仙界, 大家明白了吧, 同时呢, 我也就彻底理解了, 邓小平这样的人, 他为什么如此的坏, 因为他也是几辈子的坏, 此时呢, 我就用邓小平代表人间救赚灵魂, 这点大家要清楚, 就是说邓小平啊, 他一代一代的坏, 他越来越坏, 那么他就距离东方神仙越来越远, 那么他自然的就成为了, 西方邪神的天然马仔, 西方邪神就是只扶持最坏的, 最自私的中国人, 这样大家就马上明白了, 为什么我们最近几十年啊, 所有战剧宣传投交的名人, 都是坏的离谱啊, 你比如许家印呢, 我以前没有说过他是吧, 好啊, 这一集他终于出现了啊, 他叫皮带许啊, 还有这个王健林呢, 还有马化腾马云啊, 就这样的富豪, 你看这个许家印, 你就看看他现在的新闻, 他是多么的坏, 坏的我就真没有办法总结了, 他欠了两万多亿啊, 然后他还跑去美国, 试图切割, 这个他具体怎么做, 我是外行我不懂啊, 但是我知道, 这就是许家印坏到极点的一个体现, 而你再看中国的娱乐圈, 这个中国的娱乐圈能出来的, 哪一个不是坏的, 从头到脚都流浓啊, 你比如赵本山, 比如大英, 比如赵薇, 还有什么什么, 我想不起来了, 只要你看到的红的那些人, 全是坏的, 头上长疮, 脚底流浓, 就是这么坏, 这个时候我们再说回思想领域, 这个我比较熟悉啊, 你再看这个郭继承, 王德峰, 就这两个大的网红教授, 他们的自私自利啊, 那都刻在脑门上啊, 你就说这个郭继承, 这个郭子, 这个郭畜生啊, 还有比如这个金灿荣, 温铁军, 这俩人是捏坏的乌边啊, 他们在恶毒的坑害中国人呢, 你看到了吗, 你听到的, 看到的每一个名人, 都是中国人中的败类人渣呀, 在西方邪神统治期间, 不是这样的败类呀, 就根本出不来呀, 而正是因为他们这帮人坏到了极点, 这就完全符合了西方邪神的私信, 所以他们才得到了西方邪神的轻力扶持, 最坏的几个人还被赏赐了夺赦, 他们好一代一代继续祸害中国, 而这也就是中国这个思想界, 甚至社会上越来越混乱, 越来越让人民啊, 感觉到不公平, 戾气越来越多, 就这个原因, 本质原因, 就是九转灵魂和这帮人渣败类越来越多, 而且他们还占据了中国的上层, 好了, 这真是啊, 本来呢, 我是想说点轻松的, 结果又这么沉重, 那就不说这些了啊, 大家一定要反复听一下我今天这一段话, 要多多思考, 接下来呢, 我们还是回到西游记的故事, 可是你看啊, 孙悟空念了一个咒语, 这个字啊, 发音就是俺, 这就是我的意思, 代表了个人, 这里其实就是私心的意思, 看到了吧, 此时的孙悟空, 他代表了邓小平为首的汉奸卖国贼, 同时他也代表了西方邪神, 他们在制造人参果, 就是杀死中国人, 他们为什么能这么做, 这就是私心的体现, 这就是这个咒语的深刻含义, 你看佛教咒语啊, 你看看, 有半个好东西嘛, 这不就是明着宣传私心嘛, 关键这个私心, 他的目标是直接杀死中国人呢, 所以你呀, 当你明白了这些, 你再去看看郭继承, 王德峰, 这俩网红大教授, 天天跟你宣传佛教, 讲佛经, 你看他们懂个屁呀, 我一本佛经都没有看过, 但是我一眼看穿了佛教的本质, 就这个佛教咒语, 我也是一眼看穿, 那你看看郭继承, 他给你讲了个什么呀, 如来嘛, 他真来了嘛, 如来, 到底来没来, 如来, 如来, 他真来了嘛, 如来, 你看, 来没来, 如来, 他很厉害, 他不是一个有形的, 所以你读心经, 心经里面讲, 什么官司在博大行圣, 波罗波罗密多时, 照见五云皆空, 注意, 不生不灭, 不苟不净, 不增不减, 如如不动, 所以万物生也有, 有生也无, 是这样说的, 你看看这个郭畜生啊, 是不是二傻子一个, 那你知道了他是二傻子, 此时啊, 你就要结合社会现实, 思考一下, 为什么我们中国的思想领域, 被一个个二傻子霸占, 这是为什么, 难道人民不知道郭继承是二傻子吗, 人民啊, 绝大部分都知道, 这体现在网上, 这是郭继承的恶搞视频的满天飞, 人民早就清楚郭继承是傻子, 可是西方邪臣呢, 看中的就是这样的二傻子, 所以啊, 人民在辛苦的搬砖, 而二傻子郭继承, 他是啊, 中国政法大学马列学院副教授, 他一身各种光环啊, 他还是啊, 北京市委讲师团, 你看北京市委的, 北京市委宣传部, 宣讲家网站, 逐讲老师, 中宣部还是中宣部的, 你看啊, 学习强国网站, 逐讲老师, 同时啊, 你再看他老师是谁, 张启之, 这个人是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, 而张启之的老师, 就是所谓的国学大师纪献林, 你看看这个国学, 以前师傅就跟我们一再说啊, 这国学就是个粪堆啊, 这个纪献林, 就是泡在这个粪堆里的大师, 纪献林他就是个老流氓, 他研究什么, 土火罗语, 我就真是无语了啊, 纪献林这个人, 他差一点就赶上那个民国时代, 差一点他就是民国大师, 那时候啊, 他稍微年轻了一点, 没赶上鲁迅胡适那一波, 那然后呢, 他不就到了这个新中国时候了吗, 毛主席时候, 他还不行, 到了邓小平时代, 哎, 他就成大师了, 还有各种乱七八糟的一句屁事啊, 什么就喜欢看女人, 呃, 什么疯腿啊, 这些就不说了啊, 我们不说这个老流氓的斯德, 你就看他, 在就是他年轻时候, 在中国那个时代, 日本人侵略中国, 那个时候我们国家山河破碎, 你看他研究什么呀, 他研究土火罗语, 我就真是啊, 你说这个玩意, 他对国家民族有半点用处吗, 他躲在国外研究土火罗语, 我就真是, 如果他这个人呢, 他是九者灵魂呢, 我就过去给他一刀就完了, 可惜啊, 他肯定不是, 因为即便他是西方邪神的人间马仔, 他也是废物的一个, 他肯定不会被赏赐夺赦的, 这就便宜他了啊, 他能得了一个善终, 你看看老流氓纪献林, 传下来, 他的学生就是清华大学张启之, 然后就这个人, 他再提拔了一个郭继承, 就这个二傻子郭畜生, 你看这不就是张川真吗, 他们霸占了中国的整个思想舆论界, 同时你再看啊, 北大那个潜力群, 后面不是又跟上孙小忠倪文坚吗, 看到了吧, 人间六贼拉帮结派, 他们在最高处封锁了整个思想界, 从人间思想最顶层, 他们就给人民拼命的灌大粪呢, 而且还不是一年啊, 而是年年如此, 日日截然, 他们这帮人每天是滋滋不倦的呀, 掰开人民的嘴, 就硬往人民嘴里灌大粪呢, 此时你就应该更加明白啊, 为什么毛主席啊, 毛主席说人民万岁, 此时的人民是有明确的政治含义, 毛主席说的人民恰好不包括这些六贼, 也不包括清华北大复旦政法, 这些大选里面疯狂捧这帮六贼臭脚的学生, 这里的人民是本能的对这些专家学者厌恶的劳动者, 劳动者拒绝被大粪淹没, 劳动者就主动离开了那个恶臭的圈子, 说到这里我就明白了啊, 这是师傅在让我讲明白, 毛主席时期, 他好像停止了高考, 就这件事, 因为我不知道这件事的各种细节啊, 当时我就没有说, 现在到了这一集, 我虽然也不知道当时的细节, 但是通过对这帮六贼的了解, 我就突然对本质完全明白了, 毛主席当时停止高考, 就是因为当时的大学里面全是啊, 纪献林啊, 郭继承啊, 钱李群啊, 王德峰就这样的人间畜生, 一个就是干干净净的劳动者, 他进入这样的大学, 跟着纪献林, 张启之, 郭继承, 钱李群这样的六贼学习, 你只能变成新的六贼, 就是好人也变成坏人了, 这是啊, 给汉奸输送心生血液啊, 大家明白了吧, 我真是啊, 就越说越生气啊, 我之前还不知道张启之的好坏, 因为我都没有听过这个人的名字, 可是呢, 郭继承啊, 他就偏偏提到了他老师, 他说他老师叫张启之, 牛逼都不得了, 后来我就一看这百度百科, 原来是纪献林的学生, 那就没跑了, 一样是人间六贼, 是不是老流氓啊, 这我不敢说啊, 毕竟我没有证据, 但是最起码他是六贼, 绝不会错, 有这帮人呢, 他们一直盘踞在中国高等学校思想领域, 尤其是清华北大, 难怪啊, 师父一直说要铲除清华北大, 这是东方神仙的话, 是让人民在神仙高度认识清楚, 清华北大就是汉奸窝, 说到这里啊, 大家要明白啊, 我并不是说啊, 清华北大没有一个好人, 这也不现实, 这是总体来说, 你比如啊, 假设清华有一万个教授, 里面有十个教授, 为国家做出了突出贡献, 剩下的呢, 九千个都是汉奸, 那你作为对比西工大, 人家假设也有一万个教授, 可是人家九千九百个都为国家做出贡献, 那你说清华应该留下吗, 显然不应该啊, 他必须拆啊, 那些清华的好教授, 你转到西工大这样的学校, 继续为国家做贡献, 不就可以了吗, 我们要拆除的, 是清华北大这样的汉奸窝, 而不是针对具体个别教授, 大家懂了吧, 当然啊, 这点大家懂了也没有用, 我说了也没有用, 我就是人曹官, 我没有权利对人间有半点干涉, 可是我说的呢, 也是神仙的意思, 具体到人间怎么体现, 这个要看未来, 大家明白了吧, 说完一堆汉奸和他们的传承啊, 这是啊, 郭继承, 又立新工, 他前面呢, 他说马克思是畜生, 这一次呢, 终于他就把他的师父, 和师父的师父都拉下水了, 以前呢, 我就想点名纪献林, 一直没有机会, 我不记得, 我前面说过了啊, 那么这一集呢, 就是认真点名了这个人, 纪献林, 这个老流氓, 火汉奸, 死汉奸的死了啊, 好了, 我们还是回来说的这个修记的故事, 孙悟空啊, 把土地公召唤出来, 你开用的是, 鞠这个字, 说的就是啊, 七方邪神, 此时的猖狂, 孙悟空说, 自己是天下有名的贼头, 此时啊, 我不说天上神仙了啊, 我们直接就说人间, 孙悟空在这一刻, 他就是邓小平, 你看邓小平这个死兔子啊, 他每一集都有他, 真是, 真是随之都要出现, 因为他带有了私心啊, 邓小平说啊, 我当年缺德事干了那么多, 偷盘桃啊, 盗玉酒啊, 窃灵丹啊, 这都是说的, 邓小平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, 你比如啊, 偷盘桃, 这就是盗窃国有资产, 就是那个他搞出来的双鬼制, 大家懂了吧, 就类似都是这个意思了, 不曾有人敢与我分享, 这个地方也比较逗啊, 这个地方啊, 是神仙再次讽刺了邓小平, 不分享, 是说邓小平吃毒食, 说到这里啊, 我不得不再次说一下啊, 真的是啊, 就这一段话, 我根本就不知道, 是写到这里, 我才突然明白其中含义的, 之前我还以为, 这个地方可以跳过去, 结果是不能跳, 这西方说的是什么呢, 就是为什么邓小平在毛主席去世之后, 他始终不能当上名义上的国家最高领导人, 他只能以比较低的职务, 他好像还是个军委副主席, 或者后来他就是退休党员, 他就用这种身份按理控制国家, 为什么呢, 这就是因为当时邓小平的所有同伙啊, 你比如陈云啊, 还有中共委那帮人, 他们都知道邓小平太坏了, 就坏的呀, 就是他们都不放心, 他们都知道邓小平喜欢吃毒食, 如果让邓小平坐到中国第一人的位置, 邓小平的这帮同伙就担心, 中国就所有一切好处啊, 都被邓小平一个人拿走了, 所以啊, 是他们不同意邓小平当国家第一人, 这样啊, 你这个人起码你位置不够高, 我们还能制约你一下, 有好处呢, 大家能多少分一些, 现在大家就完全明白, 神仙特意在这里写了一句, 不曾有人敢与我分用, 看到了吧, 没人敢呢, 他们都知道邓小平贪婪到极致, 而且心狠手辣, 所以他们不敢, 邓小平一旦拿出好处, 那是一点也不分给手下, 所以呢, 既然如此, 那你邓小平, 你就别当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了, 大家明白了吧, 接下来呢, 孙悟空说, 这个果子是树上结的, 空中过的鸟也该有份, 此时的果子呀, 你可以认为是中国人民创造的物质财富, 这些物质财富都是中国的劳动者辛辛苦苦建设出来的, 那你说天上的鸟, 此时他们就代表外国人白皮黑鬼, 就这帮人没有为中国的建设做半点贡献, 他们应该分享中国人民创造的劳动果实吗, 显然不应该呀, 但是邓小平的理论就是, 外国人就应该吃中国的劳动果实, 这就是空中飞过的鸟也该有份的含义, 好了, 这一集呀, 因为这个内容太深刻了, 而且老实说最开始我根本就想不到这些事, 我也是就是第一次知道啊, 所以呢, 到这里呢, 我就不再继续讲下去了, 大家有时间多听听天地人三界这个循环, 然后多多思考, 然后对你的一生真是有很大的好处啊, 那么这一集呢就到这里, 下一集再见。